五国超马好手陈彦博 六月在玻利维亚是拿下了超级马拉松赛冠军 今天他以户外运动品牌代言人的身份出席活动 宣布自己在完成了高原的挑战之后 下个目标要在年底前往非洲挑战沙漠超马赛事 穿着户外运动品牌最新秋冬服装出场 超马好手陈彦博和男演员杨毅展 已经迷魔宁可彤站在一块一点都不逊色 不过要做个称职的代言人 可不只要把服装穿得好看 拿出实质成绩才更能增加产品的说服力 六月的玻利维亚高原马拉松 陈彦博克服冰天雪地的障碍带回冠军殊龙 经过几个月的休息 陈彦博也决定了下一站的目标 11月他将前往非洲挑战沙漠地形 今年最后的一场比赛 11月在西非的布吉纳法说 那要参加5213公里的沙漠超马赛 会跟当地的选手竞赛 因为赢过所以你不想输 这趟沙漠马拉松 陈彦博要克服的不只有炎热的气候 更加需要提防最近肆虐非洲的伊波拉病毒 主办单位说目前是没有到任何 infection感染的状况 所以目前的话还是会 11月初还是12月初 基本上多少都会担心 可是如果遇到的话 至少我会知道 在我28岁到现在每一天我过的 其实都很踏实 我不会有任何遗憾 完成了五年七大洲八大战的梦想后 陈彦博没有停止他对跑步的热爱 而是积极寻找新的目标 继续勇往直前 雨点TV许佳龙 吴敏欣台北报道